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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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假的 一些观察啦 但是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军人 我的个性不适合 所以我就离开学校 然后后来去念了国光艺校 我觉得国光艺校比较适合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在外岛 北岛 你是金城莲 我去待一个月 金城莲是恐怖的 每一天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就是五千钟 解释一下给女生听一下 金城莲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师的 那个师里面最好的单位 最精锐的联 最精锐的联 最优质的 基本上 基本上那个学长不把你当人看的 体力最好的 就非常好 每一个都像你这么高 每天每天超 身材大概都最好 身材大概都最好 我跟文明哥比起来哪里 你比较低 你告诉他 你也是跑步 要跑到衣服湿啊 不是 我跑过一次最狠就是 对 我们碰到一个金门来的班 金门级的班长 然后冬天我们在新兵队你知道吗 龙台本来就很湿的 大冬天跑步 你里面就穿两件内衣了 因为冷嘛 两件内衣再穿一个军服这样 跑完一万公尺 回来那个班长在那边 再叼个烟 哎呦 体力很屌嘛 衣服都没有湿 来来来 再跑再跑 又再跑了两圈 又再跑了一万 跑完一万下来说 哇塞 你们这一厅新兵 是我见过最屌的兵 都没有湿 体力很好啊 跑跑跑 跑了四十圈 十万公尺 十万公尺 神经病 神经病 我发誓 连魔鬼班长都说神经病 真的神经病 我发誓 我是陆军腰式拐拐踢 你可以问腰式拐踢 是十万公尺还是十万公里 十万公里 就那一整天都在跑就对 对 十万公里 那你可以参加国际马拉松 不可能吧 十万公里今天绕地球了 没有啦 十万公里哪里绕地球 没有啦 他一天就跑三万啊 三万公里 十万公里 你只能那天都在七万 没有没有没有 都不要平就一直跑 没有没有没有 公尺公尺 应该是公尺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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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喔 地球是排球吧 公尺公尺公尺 公尺公尺 公尺公尺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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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公尺 对啊 对啊 真的啊 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让观众看 我们一定能住这段看 不是 我们跟你讲看 你北高 北高才四百公里 等一下 我们不要争数值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事实 好 威明 注意听我讲 地球到月球 才十四万公里 真的吗 你才有跑到月球了 不是吧 你这样讲 是粘的 我们粘的吧 我们两 我们的营区 两圈是一万的 一万公尺 一万公尺 金是公尺 对 对 你们那个班长 如果再不是人的话 你真的可以跑到月球 所以我们艺人还是有数据好的 没有 你刚刚问说 我们跟他们比 应该还是他们操 因为他们是精英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 金成年在操什么 怎么操 就是基本停的 基本停的 没有停的 基本上是不睡觉 每天就是刺枪 每一天刺 你被选到金陈霖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表现那么好 跑到金陈霖 因为什么 因为一到地面去的时候 他们就扮篮球比赛 然后呢 我就打得特别好 篮球 你就中计了 很恐怖 对 金陈霖连拿到旁边 OK 我以为他是哪个单位的 你知道 我看他穿着短裤 你想说 不用穿军服 穿着短裤很凉的单位 就是你而已 我就被他带去了 我就回去拿包包 回来拿包包 就去金陈霖连报道 每天就开始疯狂 不停刺枪 那个这个 整个都黑青了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枪 对不起 不是M16 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武器 武器不箱嘛 很惨 武器啊 武器 你想想看 用武器 就是在外岛 因为又离乡 你知道吗 我到了第一天 我们那一帝有八个兵 班长就说 连长说 带他们去割草 割草应该不会太 不会太那种 八个兵 那一整片山 这一块是你的 呆了 每个人分八块 然后割 然后就看 那一座 这不好笑 这不好笑 好像是 因为很远嘛 我想另外那个在那边 然后又海 又想家又难过 想慢慢慢慢割过去 因为班长在三下 割过去跟他聊天 靠近他的时候 他已经哭了 你知道多惨吗 你有把你的熊 借给他玩吗 我跟你讲 那是伪敬品 不能带 你别再讲 你一直讲 连又搬又赢 又失又什么 你介绍一下 你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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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绍一下 为什么每个讲的都不一样 我们请组终的华先生 给你报告 连班级的话就是 九个人 九个人完了以后 再来的话 三个班就是一个排 一个排 一个排四个 三个 三个排 一个人 四个连 一个赢 都那么复杂做什么 对啊 就跟你们学校的 比方说你一个索 系跟系那个 哪个系 所以九个人一个班 所以九条好爱 再一方就是这个这样 对 所以你现在知道 班长有多大 他就是管九个人 你后面讲 你可以问问题啊 我就是很好奇 我们刚刚刚讲 我们刚刚刚讲完 那我了解一下 因为你想要问什么 因为我想要问说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当过兵的人 然后尤其是像那个 中华大哥 就是他们就会 还有那个 那个陀宗康大哥啊 其实他们每次很喜欢 前面会加个那个 彰化 是习惯吗 因为当兵里面 常常会骂习惯的 我们以前在军校的时候 他每天练习骂彰化 所以 所以对啊 然后退伍之后 是不是也会这样子 很顺口 为什么要练习骂彰化 就是 带部队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们在御校的时候 就是 练习骂彰化 全家人都骂 为什么 不骂 被骂 祖宗八代也好 没有 你带着骂人 真的吗 对 那当兵人就在炫耀 每次回来 回家的时候都在炫耀说 他们都在军营外面的 那个商区啊 商店 如果把那些妹妹 那是真的吗 对啦 外面哪有真的吗 你怎么还去回家 你又说 你怎么还去回家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在营区附近的话 亚美奖有在那边的话 他应该算正妹了 算了算了 如果再加上亚美奖 是今天穿这样 应该是正妹了 对嘛 这有远远到军的 但是屈老师咱们 老三 没有啦 因为像他们应该是 比较又更操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当 跟现在应该有折中 不是 但屈老师讲到 也不能太宽松 屈老师提到那个营区外面这件事 我倒有一点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自己当兵 我们调过很多单位 什么司令部 跳伞指挥部 然后连队 然后你有同学 掉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很奇怪 我个人当兵经验 部队营区里面卖东西 或者是外面卖东西的 一例叫做阿美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叫阿美 为什么 不知道 都叫阿美 我们那个时代也是 真的吗 而且我们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有吃粮的 就是那 阿米阿米来了 然后就是可以喝一个冬瓜茶 好奇怪 都叫阿米 对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又在马祖 我那个时候 也叫阿美 不是叫阿美 漂亮吗 没有 哪有漂亮 那个心情你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你只要能够看到女生 你就觉得很开心 我那个时候只要一休假 我那个据点在山上 你走到市区 大概要三十分钟 半个钟头左右 然后我每天只要一休假 我就会想到那个冰店的老板娘 她四十几岁 你怎么了 你看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唯一的幻想对象吗 你没有对象 我跟你讲那个曲老师 当兵 母猪 带雕 你们那边全部男孩子的对象都是 曲老师 如果你不要进门 你找这个人 真的吗 学订有创意 幽默行事自找苦吃人 有一天在指头又跑来跟我讲 诶 陈文明 那个中生堂外面那个奖公铜像 把它欺一欺 然后我要放假 放这趟假两天嘛 我就把我学订就来 我说我跟你讲 那个铜像高台架好 一直上去 你先刷一层白色底漆 再给我刷一个底色防臼漆 好学长 了解 放假回来呢 拇指很长你知道吗 我说你他妈哪去了 他去了 好学长 后来听到讲 他那段事实这样 他那个白色第一道 从那个马仕上刷下去之后 他灵感 诶 他把他包给你帮你 他脸一吐一吐 华哥你是不是有 就是 就是背包包 敬请示 但不是用走的 对对对 我们以前到 被操 这个都很平常的啊 到了以后 车子 卡车到了那个部队门口 新的单位 下来以后 那卡车不是再送你进去了 你是下来以后 是自己 扛着那个背包 然后挖条跳进去 像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 吃完了以后 吃饭的时候 讲话太大声 这顿饭不要再吃了 所以大家就是 一定会叫起立 起立 起立 起立完了以后 然后 然后叫你做 第二个动作就是 扶椅子嘛 再把椅子这样放进来 有分解动作 我们在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 就批 摆好 这样硬塞着这样出去 要不然你那顿没有吃 就没得吃 对 以前当兵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现在当兵很轻松啊 轻松轻松 以前我觉得最惨的是 因为我爱干净 然后每一次要洗澡起来 你冲去那个赛一场完蛋 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哪一个 内裤是你的 谁衣服 那怎么办 乱抓 你可以写名字啊 乱抓 写名字不行吗 那战斗找是真的吗 很快的 真的 真的 我洗过一次是 是真的是那个 那个是疯狂的找 那个就是给你一个 一个牙 钢杯 钢杯 就是真的是一个钢杯 但是呢 你一定要 通通都要打到肥皂了 连头发都要洗 通通都要有 可是一个钢杯怎么洗得干净啊 怎么办呢 怎么弄干净啊 只有这一年冲通通通 而且还限时间 弄完了以后 身上一定都还有肥皂 肥皂完了以后一出去 出去完了以后开始 不知道谁又犯错了 完了 全部站出去 然后全部半蹲 半蹲在那边 凤死 在高水 我 但是我们在那边半蹲的时候 开始蚊子就开始钉 钉完以后呢 晚上回去以后 也是不能洗 回去睡觉 开始痒啊 你就抓 你去抓以后呢 那个破皮以后你知道吗 然后又肥皂 感染 只要一段时间以后 这一片都烂掉 我那时候到 被调回来到路 路光报到的时候 这边差不多三个多礼拜以后 才慢慢涂药才好的 我在南区警备司令部 哇那边那个操得很厉害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们去就是 它有很长一段时间 加上一个月的时间 不让你洗澡 等到后来我们去洗澡的时候 洗完了以后 那个皮会痛你知道吗 就一下洗干净了以后 对太久了你知道 然后洗干净了 然后就整个皮 那个油脂没了 就开始会痛 你是哪个部队 会一个月不洗澡啊 我们是新训单身 那个那个关东桥 关东桥 你会整学地吗 我还好 我还不会 小伟应该会吧 不是那个泰兰 我后来 我后来下了部队 训 所有的训练都训练完以后 我是被分在中正堂当管理员 有一天呢 诶 送了两部电影机来 然后就跟着来了两个放电影的兵 一个是刚到部队就很菜 就连 就跳伞还没有跳完 就已经来了你知道 然后他们那两个兵呢 就住在那个荧幕的后面 旁边一个小房间 接着呢 我开始每天就被指挥官骂 要不就被连长骂 为什么 因为指挥官偶尔会来 看看我们房间怎么样 因为虽然你是独立住的兵 他还是会看你的寝室啊 什么乱七八 那两个电影兵呢 一个原住民 一个平地人 我说的就是那个平地人 那个原住民 我们一般 那个原住民很爱干净 东西又放了整整齐齐 吉他什么都放了整整齐齐 那个菜鸟兵呢 他家里又住得近 什么东西永远乱放 然后钢盔呢 永远当着脸盆 立站在那边 我一天还被骂 有一天我就 有一天我火大 就被骂到已经火大 我就直接跟他 我就直接把他叫来 我就跟他讲 我跟你讲 你他妈装备要再乱放的话 你找不到你就不要怪我 学校对不起 学校对不起 没事 结果呢 我又被骂了两天 我就堵烂 我就直接搭到房间 把所有装备放在棉被上 然后棉被一捆 然后旁边 那个中生堂上面 不是有个水塔吗 把水塔打开 直接冲进去 连枪带一钢盔 弹夹 通通一下丢进去 然后呢 他好像是放荣誉下 两天后才回来 他才看到 回来后 第一件事跑来找 学校学校 装备不见 不见了 我又不讲话 我不讲话 他看我不理他就走了 隔着就等别回来 学校 师傅你帮我装备丢了 你放哪里 我又不讲话 不讲话以后 他就知道应该是你了 我一直没讲 学校对不起了 我就不会这样 对不起了 你装备在哪 我说你装备在那个水池里面 水池里面 就跑进去拿 拿到那个步枪 水一直滴 他弹架里 都是水这样 那擦枪擦死人了 擦死 那光枪管生锈到一个不行 对啊 生锈人了 我不会欺负新兵的 要不然我会被弄啊 而且有的新兵 你真不教他 我跟你说 我们当兵为什么会整菜鸟 因为通常都是 菜鸟出状况 你整个连队要守到 他刚不讲交接吗 在部队里面就是 我要退伍了 有一个人来交接我的位置 这个我们都会用师徒来相称 我是美工嘛 我中正堂 我徒弟呢 有一天就我快退伍 我剩下两个月退伍 有一天那指挥官跑来跟我讲 诶 崇明 那个中正堂外面 那个蒋公铜像啊 那个漆都已经脏了 上面都鸟大呗 你把它漆一漆 好吧 我说是 指挥要弄完 然后我要放假 放正常假两天嘛 我就把我学弟叫 我说我跟你讲啊 那个铜像 你就架那个高台架好 梯子上去 你先刷一层白色底漆 再给我刷一个橘色防袖漆 然后呢 金漆 金漆完以后 加阴影 再加点铜袖 好不好 是 报学啊 了解了解 谁听得懂 因为都是美工 我是美工 他听得懂 然后呢 我就放假 我放假回来呢 我整个营区是安安静静 你放电影的人也不在 然后我就 诶 学弟跑哪去了 他没放 因为我放假 他不可能放假 跑哪去 我还跑到他脸上问 诶 那个谁谁 不知道 不知道跑哪去 四天后回来了 回来以后是胡子 很长你知道吗 他突然长 我说你他妈哪去了 他去了 他妈 为什么 听错了 我说你他妈 为什么关紧币呢 后来听他讲 他那段事实讲 我走了以后呢 他就很规矩 拿了漆 加了台子 把他就上去漆 那讲跟铜像 本来是深咖啡色 然后年久失去 我就是不发亮咖啡色 我叫他发白色底气 对不对 对 他那个白色第一道 从那个马身上刷下去的时候 啪一拉下去 他灵感来了 诶 他把它刷成斑马 还有的马 然后刷完斑马 对不对 这个在古代 会被枪毙的嘛 对 刷完斑马呢 他就爬上去 现在我们讲 不是那个 坐在那边 很鹦鹉 对 他就先涂脸 他脸一涂一笔以后 他灵感又来了 结果最后呢 这个他就到吃饭的时候 他把东西一放 他就去吃饭了 刚好只得关吃饭 过来一看 先总统讲过 骑马的一只 变成希特勒骑斑马 要不然整个里土板 就只有留这边的吗 就留在黑了 然后骑斑马一只 直接关起来 关四天 很多冰冰冻 很多冰冻 我跟你讲 关四天 对他算好的 对 很枪毙的 很多冰冻很天的 我在 我碰到一个原住民 叫休假 那我因为要 在山上 我不懒得走到市区了 他说学长 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 我说 好吧 你帮我买一包 我失卖 买一瓶Oligo 五点钟休假 四点多 我就看到山下 有一个人走上来 越走越近 这边一箱 这边一箱 我说他买了多少东西 应该我说一包 欧斯麦一瓶Oligo 不用用两箱东西吧 越走越近越走越走 我头皮发麻了 一箱欧斯麦 一箱Oligo 我说我要你各买一包 你怎么会各买一瓶 各买一箱呢 学长 你要退伍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照顾我们 你们一个月才多少钱 而且我们那个是要赦账的 在干嘛讲 汪建民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 就每个月结账的 那个月的薪水还不够去买那些东西了 那你们三个都有被兵变过吗 有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好 只有他们三个可以举手吗 对 真的 我也是 当兵变 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然我们再开一集再来讲这个 今天我觉得做个结尾来 做一些特别的 我觉得难得你们碰到偶像 男生碰过班长 女生没有碰过班长 但现在听说也有女兵嘛 有 好啊 我们那个然后这边排队好了 让我们那个中华兄 来带兵一下 给他们一个人生最难得的经验好不好 爽到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一起啊 一起啊 怎么样出张那种 好 好 来就好 对 没有啊 真的假的 师官长 师官长 来 等一下 好 来 可是我们是官长 好 来 所以 注意一下立正 加油转 有转 我们这样 不对是要这样 对 这样子 对 又变成像这样子 来 再来一次 再回来吗 来 我们一二要这样子 OK 好 到底是他那般的 是 他自己赢上 OK 好 来 注意 OK 稍息 立正 加油转 稍后转 加油转 好 敬礼 立正 扫兮以后不敬离解散 扫兮 耶 我们都好了 OK 哇 此生最难得的经验 来来来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那个华哥 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 还有我们文英哥 对 我们在这边 加油 OK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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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一些 比较 各已的艺人 对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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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就换话 你出来啊 唱歌的唱歌 做曲的做曲就好了吗 你来这里站着盖什么 你不要跟着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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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考验演艺圈 并锐动画 也挖出不少 不为人知的内幕 今天大电点再度发亮 又哪些演艺圈的八卦传闻 将要大阔曝光呢 大家一起来游戏规则 考验演艺圈八卦飞闻 来宾按铃抢答 答错互换答题权 强得最后一个答题权 并答对者 几位今天的赢家哦 往起来唱 来 往起来唱 朋友们 准备好有名 大家一起来 今天又是我们玩排队跟 一阵队队的大队 三次播出以来超欢迎 而且因为你们为了要抢到成绩 所以要爆出很多未爆蛋 例如说三次麦大哥 就很坚持讲林心如跟 王小帅搞意 不过这一次他们是有备人 我们王埋队先来一个队伍 来 来 厉害 今天一定要打人 一定要打人 預備 一二三 胡辣 王埋队胡辣 好的 相当普通的一个队伍 王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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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怎么会啊 不是 你说一个队伏来 我们来讲 没有没有没有 王埋队 看一下我们这边 你主持人嘛 你主持人嘛 王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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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開始 間諜好 間諜有沒有 間諜 間諜 刷刷 間諜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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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羅姐加油 好 隊伍 隊伍這個部分 我們宣布羅姐隊隊贏 好 基本上大家吃幾天 請坐 請坐 好不好 我們正式要來比賽了 不過在比賽之前先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一些 比較 個已的藝人 有時候比較介意 討厭的藝人 我啊 你啊 羅姐你要說個原因出來啊 我跟你講 大家一起來這個單元 是一定要說原因的 你討厭我哪裡 那你唱歌的唱歌 作曲的作曲就好了嗎 你來這裡站著蓋什麼 哇 那我可以蹲著嗎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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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鐘 小鐘應該很和善 你沒有什麼個已的藝人 沒有什麼人 我不能跟他相處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沒有樹敵嗎 連你我都可以相處的 一定要最後打一聲一槍就對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種節目啊 就是害死我們為止 叫我們一直講一講 對啊 然後就通通得罪人 得罪很多人啊 就存在路上 跟人家踏踏了黑麻布燈 被打一頓都不曉得是誰打的 不會那麼多 我覺得在演藝圈當然是和氣生財對不對 以和回歸 但是 今天這一題就是 請問 那演藝圈裡面哪些藝人他們彼此不同 他 這邊有10個答案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對 你要這個方向 不是 這10對都還滿經典的 真的滿經典的 有10點的 你是剪隊 你還剪隊 看到幹嘛 今天了 所以會請大家來 你就往這些人的身上去想 大概就有一半的答案 對 有一半的答案 他們兩個答案 這個提示夠清楚了 我給你們一些提示 簡單講就是說 例如說他們有節儲 或是有 感情上的 不是嗎 沒有 沒有 對 對 第一題是搶答 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數3 2 1搶答 搶答第一個答案 3 2 1 好 小鐘 趙又廷仔仔 漂亮 一定有 沒有不同台 沒有不同台 好 講一下為什麼 講一下這個事情 皮子英雄嘛 皮子英雄兩個人提名 沒有啊 你們整個自己隊員 我們先去想 你先講一下這個 好啊 我不想來 不解啊 不解啊 通平 老師 通平 你先把原因講出來 你怎麼知道沒有 我沒答應你講這個答案 我們德威姐沒答應我啊 為什麼 你怎麼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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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周永婷姐還同台 沒有 我可不可以 沒有 我可不可以請王牌隊 你們三個先搶我 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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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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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討論 先解釋 先解釋 那個是為什麼 對 你講出來就要解釋 就是拍皮子英雄嘛 然後兩個人金鐘獎的時候 兩個坐在一起 後來一宣布得獎的時候 哇 仔仔那個表情就很驚訝 後來趙又廷就得獎 那你不知道 仔仔當時很有風度抱在一起 可是後來兩個人就 產生了各種的這種 耳語跟心情 到底趙又廷跟仔仔 那我就說沒這個 我還沒試 你怎麼知道 那我就還要試 那你當時要試 那你當時要試 我現在要試 我是說我的 報答不OK 好 我們換答案 記者嘛 許勝美跟那個誰嘛 女文婉嘛 許勝美不是跟女文婉 許勝美不是跟誰 對 許勝美是跟誰 女文婉 女文婉 你怎麼跟人家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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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給一個答案 羅美梅 羅美梅講 反正就許勝美跟仔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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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許勝美跟仔仔 到底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怎麼跟人家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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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寫耶 對不起 我還沒寫耶 你們今天請就錄了快點啦 你怎麼跟人家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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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的答案是 這三個他們對誰 不要講這個 這個已經沒有啦 講你自己的嘛 好啦 我跟曾國城啦 哦 為什麼 為什麼 都媒體講啊 這件事情媒體早要登了 嗯 是 是一個雜誌要登的 所以你是冤枉被牽扯 是不是 我是非常冤枉 而且 這個人最混蛋的就是夏 玉 順 哦 他做了什麼事 就其實那天晚上 雜誌的記者就已經打電話給我 我真的很好 那天在場的明星 有我 有余力 有葛雷 有陳俊生 哦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明星 忘記是誰了 還有 東森 東森的媒體 嗯 夏宇順 他們公司的宣傳 嗯 結果有人打電話給我 羅美你在幹嘛 哦 我在跟余力吃飯 你脫好多人這樣子 沒有 我說 我說我在跟余力吃飯啊 他說哦 真的嗎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曾國城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這一期週刊就要登出了 我說真的嗎 哇塞 然後然後我掛來電話 他說 哎 什麼事什麼事 那我就把那個人的 講出來 對 就那個雜誌的老闆 重複一遍他們的話 嗯 夏宇順就開始打電話 你覺得我一個人 有辦法在十分鐘之內 讓所有電子媒體 新聞 還有電視 全員到齊是不是 全員到齊 全部到齊 你叫我打製作單位的電話 我都打不起了 對 還叫我打媒體的電話 而且我最討厭媒體 因為他們寫我們都沒有寫好的呀 所以根本不要跟他們聯絡 理解 就當天晚上 新聞就出來了 嗯 就說你說的 跟羅姐 又出來了 因為這個也不是他家的藝人嘛 那他打電話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發布這個消息 到底對他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要保護那個女生 因為之前聽說好像他跟那個 某一個女生好像有交往 懂了懂了他們曾經是一對是不是 對 現在還有心結嗎 我是沒有 因為人就不是我殺的 好 答案請確定 這個答案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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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你 哇 拿前途當工作 脈絡約這回求到了 憲哥話 為什麼 為什麼 又是在講 因為觀眾不知道 你已經 解釋一下 觀眾白癡啊 有些觀眾 幹嘛問觀眾啊 有些觀眾不了解 怎麼會不知道 那這樣子我 我可以猜得到 其實我之前沒有什麼聽說 因為我跑過電影嘛 可是如果沒這樣一講 我可能可以聯想得到 那一定是跟女朋友有關係 對 一定是小鐘以前 當然在以前 人家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可能跟小鐘 可能就是有 有過緋聞或傳聞 那後來可能又 不同的戀愛對象 因為演員圈常常有這種事情 就要自己講啊 我都自己講啊 我幫他暖身一下嘛 小鐘可以了嗎 來 stitching暖身一下 你可以了 小鐘你笑得好僵喔 不是 小鐘 你看幾乎都是缺點人在看 你真不想看 一定在看 我沒有想問啊 沒有啦 你說 大家都是演藝圈的朋友啊 而且 我真的跟王仁甫有同台過啊 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 現在有個通告 是王仁甫在現場 你會去嗎 OK啊 對啊 他好像在樓下錄影耶 蛤 你可以跟誰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怕尷尬就對了 不是這有什麼好尷尬的 答案請確定 好 到底王仁甫 小鐘跟小鐘 第十個答案 是不是有沒有同台 沒有啦一定沒有啦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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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楊大衛的臉 你怎麼會知道沒有了 你們留最後一題我們回答 我們就全都 不是不是你的同情 我們要統自己 我們是統對方 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規則 答對最後一題的 那一個就是贏 就贏 我們下一個就贏 有繼續的答題權 在他們那邊的 一定小鑑 要答題權 小鑑跟馬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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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不同台啊 他們有啊 後來都有一起錄影 跟誰啊 反正再講一個好了啦 好 小鑑跟馬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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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你幹嘛 氣死了 你幹嘛打氣死了 我有講 我有講小禎跟瑪瑪嗎 我有講 倒數三秒 五十三 小禎跟瑪瑪 二 小禎跟瑪瑪跟 一 換季的主題都不同 不太好 到底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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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答個決了 答個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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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講自己好 棄生智 我跟劉德華 小禎 小禎 有見過面我知道 有見過面 你是劉德華 劉德華 劉德華 哪個 憲哥跟黃安 講一下原有 就因為他們多年前 因為就是那個 黃安大哥 他在節目上說 憲哥已經成家立業的事情 對 好 那憲哥的心情呢 憲哥有很排氣跟他同台嗎 我覺得都是製作單位在必 其實本人都還好 本人還好 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兩個藝人之間的 對 就他們兩個都是藝人 現在是說誰不是藝人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製作單位安排 是他們自己不願意 自己 那我講另外一個 那個唐麗琪跟 李明依 你們要講幾個啦 怎麼會這樣啊 這不公平 你今天講了五個啊 黃麗琪跟李明依 他們兩個之前不是對罵嗎 對 對啊 就台灣是反正 怎麼都在家裡 大便掉下來 對啊 你們來看一下 對啊 好我要引述一下 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關心 就人在家中 你什麼事都有關心 對 家事國事天家事事關係很好 他連史事都關心 對 人在家中做 諸史天上來 抱得很大 是喔 背得很熟喔 稍微講一下這個事情 你都講完了 人有啦 就他 對啊 命力老師 有他一個節目 我就請唐麗琪講說 他以前在職場上 遇到過什麼人家排擠他 或是星際去設計他那種事情 然後唐麗琪就罵 就有點開罵 就說李明依當年對他 就是在主持 那個秘密節目的時候 有點排擠他 然後對他 就是很苛刻很苛薄就對了 然後李明依覺得說 這事過去這麼久 你怎麼現在把我拿出來講 這樣子 你現在 因為他覺得說現在李明依不是咖的 他現在有一個 美人節靠山可以靠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 現在有信心講出來這樣子 然後李明依又覺得說 莫名其妙幾百年的事情 現在講這個幹嘛這樣子 這個叫做躺著你中槍 草新聞 他就你聽到現在草新聞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兩個都在媒體上 互相攻擊這樣子 所以不可能會同台 這種狀況 了解 他們已經撕破臉就對了 是不是 當時就已經不滿了 可是現在互相這樣喊出來 我想應該就是 那當初那個李明依講說 諸史天上來 他諸史是指什麼 進入你了解 當然是 就莫名其妙的指控就對了 對 OK好 答案也確定 因為你們講了三個答案 你們確定的答案是什麼 先這個好了 先這個李明依 好 OK 唐力齊跟李明 到底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這個很強耶 還有誰 就那個剛剛那個 誰 憲哥跟黃安 憲哥黃安 好 答案確定 好 憲哥跟黃安到底有沒有 沒有 有啊 沒有 怎麼說 怎麼說 你又拉我們啦 沒關係 那你請來 你們的答案是 你如果沒有 你配出江湖了 OK 麥大哥讀很大 仔仔跟道佑婷 到底 你是誰 仔仔跟趙佑婷 到底有沒有 沒有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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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你一起退出江湖好不好 退出江湖啦 好 等一下答題前換到對面了嘛 對不對 好像不猜了 不猜了 小鐘王一人喔 好衰喔 你們確定的答案是 小鐘王一人 OK 答案請確定 好 小鐘王一人到底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小鐘覺得他OK啊 換到對面了 我們沒決定了 你決定了 我們講一個 就觀眾覺得很深刻印象 我跟小甜甜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可以 一起上節目了 對啊 對 我覺得應該有 應該有 還沒播嘛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有 羅姐你很有智慧 對 確定嗎 一定要講那個耳熟能詳的答案 對 我覺得應該有 就是這個 OK 我單了我單了又是我 到底到底這個答案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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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問題滿童物水 搭配所謂思想奇特唷 花花跟潘若迪 為什麼 對 有 這個會中 這樣會中 那潘若迪 是哪一邊不願意 應該是 潘若迪的左邊吧 潘若迪的左邊 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內部發生的事情 但是對觀眾來講還是不一樣 還是不知道 好不好 這個是重點 對 真的 下一個答案 我先講可能會有 那你先講張飛是怎麼唱 因為他都已經出來兩個 應該會有第三個 之前已經很久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跟他同胎 那時候因為 張飛跟檢廠有一點心結 跟李怡君有一點心結 那所以那時候有一次 那個 龍胸虎迪要搬到華視去 那葛伯伯就找我跟檢廠搭配張飛 那張飛就很不爽 嗯 就把 走紅順 叫到三問團裡面 我說 三問團裡面 談 張相機要是談什麼 他就跟他講說 要換掉我 跟換掉檢廠 然後可是製作單位的人跟我們很好 就打電話跟我們講 是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我就很義氣 打電話去把張飛罵的人 張飛啊 哇你好大的膽子喔 欸欸欸你是怎樣啊 你怎麼這麼小心眼啊 什麼時候就把他戳馬一頓 然後他就說 而且我打電話 欸 羅妹妹 我說你少來一套 你裝什麼是真真的這樣子 我說你就 就挺李怡君 從此不上張飛的節目 哇塞 不跟他講話 結果李怡君都去上了 監製也去上了 我到現在還在跟張飛不太行 你真的為了挺朋友 就搞了自己不能同學 你板子不要擦啊 你有種板子不要擦 拿過來啊 拿進來啊 很過分欸 這個事情發生在十幾年前了耶 對啊 那個我可不可以提醒你一下 你覺得製作單位 沒有這個答案 沒有這個答案 製作單位會知道這麼古早的事嗎 對啊 你要不要等一下講說 你跟白嘉莉不同才嗎 不要謝金燕 你們的正確答案是 不要謝金燕 不要謝金燕 到底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不會耶 不會耶 不是你啦 不是你啦 都是你啦 高姐還要請她出去嗎 我跟你講 怎麼製作單位給我搞 在背後靈來 批批一下今天 小S跟黃紫嬌 我覺得今天之後 來來 你說什麼 小S跟誰 黃紫嬌 很接近 但是因為我們為了 就是答題要順暢 我覺得裡面 有一個人換掉 小S跟曾寶嬌 喂 你看到寶嬌這樣 第二個答案 到底有沒有 有嗎 有嗎 你們還有小S跟寶媽呢 寶媽有嗎 寶媽有 他們有嗎 掌聲 掌聲 他們很常常 很久沒看電視 我瞎了 可以繼續答題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他們也是三角世界嗎 因為那時候他跟 前後任 前後任 他跟周董在一起的時候 蔡英英跟周董在一起的時候 後來 後來不是媒體拍到 那個 侯貝城跟周董在戴觀山嗎 然後這時候 蔡英英才知道被劈腿了 OK 喂 不是 對 對 蔡英英沒有不被拆倒 這是哪裡 這是哪裡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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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個答案有沒有 有啦 有啦 Bingo 花花跟潘若迪 為什麼 對 有 這個會中 會中 為什麼 分手 分手啊 那為什麼 那潘若迪 是哪一邊不願意 潘若迪 應該是 潘若迪的左邊吧 應該是左邊吧 還是下邊 還是右邊 老師 我是 你說 你在唱詩詩 你 你 找我哪一邊 要怎麼知道哪一邊 我是說 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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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哪一邊 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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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女方 男生都會比較大方 女孩子可能覺得 八花跟潘若迪 到底有沒有 沒有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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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們有繼續 答題曲 只剩三個洞了 都感情耶 只有羅傑的不是而已 阿Ben跟螞蟻 阿Ben跟螞蟻 蛤 阿Ben跟螞蟻怎麼會不同的 他們都重重的 重不同的 新聞都會講 沒有在一起啊 沒有嗎 沒有在一起啊 等一下等一下 小生你剛才講的很嚴重 你要解釋一下 新聞上面不是就寫了嗎 什麼新聞 還是你小朋友 還是 我 沒有打球 確定 阿Ben跟螞蟻好了 螞蟻 阿Ben跟螞蟻 余小平是哪一個 因為這個起因 他才跟那個 張本宇分開的 到底這個答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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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 有 有 這麼厲害 沒有主持人在幫他們啦 對啊 剩下兩個答案嘛 對不對 一個感情 一個是職場 我知道了啦 什麼 那個誰 因為菁姐的節目 有些人不能上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從那裡面想 對啊 有誰 那個 法院你可以上 可以 那個誰啊 那個誰啊 沒有 沒有 什麼 維安沒有 維安沒有 為什麼他們兩個發生什麼過節 為什麼 維安跟菁 因為維安好像有跟媒體講說 那個菁姐有個黑名單 說在黑名單上的都不能上菁姐的節目 然後覺得她自己也是黑名單的語言 然後後來因為這個又吵來吵去 然後菁姐覺得沒有 維安就覺得有 然後後來好像有一點官司的問題這樣 那現在官司進行到什麼程度 據說是 據說是還在 還在進行中 但是據說是 維安可能沒有辦法生 誰告誰 好像菁姐告維安 OK 好 了解了 如果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可能同台機會就比較小 就是一個 好 好 那你們答案確定嗎 菁姐 好 麗菁跟 維安 麗菁跟維維安 到底有沒有 最後答題拳關鍵時刻 陸四身手下回分解 答題成功大小聲 場面火爆腦袋後 蔡淑貞 為什麼 所以她這一次出來我自己看 我覺得她很難 有沒有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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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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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好怪 不能投台 不能投台 太厲害了 三立東衛台 30頻道 王牌